黑方平炮以后呢,这个灯中炮是一个先手,黑方还要后手逃炮,这儿红方呢,就顺理成章的取得了先手啊,当然,红方确实也取得了先手,这也无可非议 那么也就是说,黑方这个行驱效率比较低呢,红方的先手呢,比较 好,容易开展,那么黑方再求变,那么黑方除了居住平炮以外,就是回居,再捉马,他的目的是希望红方马基金有换,如果要是换掉的话,这个棋呢,黑方的子力还比较开扬,红方反而没有先手啊,黑方应该说不错了,因为下部棋有马三斤四,还有居三平二这些先手 红方平炮打狙,也打不到,黑方可以聚三间 当然,红方呢,这个时候呢,不换呢,狙呢,是为好,红方兵基金拱,这是一个巧招 黑方,聚三对于吃马,但是吃马呢,是败招,这里呢,就是红方呢 在这盘棋,前半部分,就是我现在给大家讲的呢,是红方这个扩先的一些手段 当然,你要是为了阻杀,扩展先手呢,这是一个必要的前奏 当然,黑方现在走聚三平二,这是最为稳妥的 也许呢,还会有很多的纠缠机会 而聚三对于呢,直接呢,就被红方平炮呢,把锥打死了 那么他这个招旗,呃,就是住者的目的呢,主要是在于呢 就是说,红方有如下的这种争先的手段 那黑方,还有一种走法呢,就是走聚六平三 来呢,直接呢,牵住红方的八路的,啊,无根狙炮 这个又牵扯到一个术语,就是说,红方这个锯呢,没有根了 所以这个锯炮就称作为,啊,无根锯炮 没有后边的子力能够支持的 当然红方这个子力比较多,它比较密集 想走的,啊,圆满一些呢,也比较容易 但是红方现在有炮平期,这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下部棋,有马其进口,灯中炮,啊,这个叫拐吃马,或者说的得子的一个手段 通过这个马换炮,这个马与炮啊,价值呢,应该说是基本上相当 那么在布局阶段呢,这个炮的能动性呢,就是说,它更灵活 更,啊,好一些 所以炮的价值呢,比马呢,略高 但是这仅局限于这个开局一段 那么以后子力展开以后 到底是马好还是炮好 这个具体的局面呢,还要呢,具体分析 那么也就是说,马换炮以后 这个炮呢,再打马,这叫拐吃马 那么黑方为了避免这个,啊 黑方再把锯退回去 这个时候呢,红方走破八经二 那么黑方呢,这次还不查 还亮左鞠呢,那么红方 平炮一打,就把黑方这个鞠呢,打死了 这儿红方呢,又是占到了很大的优势 那么它这一点呢,就是说 通过以上的这个几个变化呢 就是说,看到了这个黑方啊 这个子力啊,由于到处被红方呢,追逐啊 所以它呢,比较失心 也就是说,黑方由于这个鞠呢 啊,来回来去走 这也严重的啊,违反其理 也就是说,在开局阶段呢 一个鞠呢,不予呢 啊,反复左右的走 当然这几种变化来讲 相对于这个变化呢 黑方呢,是较为顽强的啊 如果你在炮物瓶去拆炮的话 黑方呢,可以拆开 当然红方通过炮发件这些运转呢 也是红方好下,但是毕竟呢 黑方呢,还是有一些呢 回旋的余地的 好,那这个棋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思路 就是说,根据这个原谱的这些构思呢 最主要黑方这个子力呢 重复的过多 那这里呢 黑方走G2进4 容易遭到红方的先手追逐 因此黑方改进招法 走G2进6 这个是相对来讲呢 比较好的一种做法 那接下来红方走G6进3 然后呢 黑方还是走足G3进 这招棋呢 用现代的啊 理论的眼光来看的 就是一个啊 坏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拘阶段呢 特别是这种斗炮局啊 诸如射手炮 还有以后我们要讲到 猎手炮 应该首先要G要走火 啊 这个G6面 这个歌诀上呢 他也有这样的说法 都炮局跪在火区 然后再啊 牵着到一些火马的问题 而本身黑方呢 现在挺足呢 就是容易呢 在啊 速度上呢 比较缓慢 一无战机 那现在红方又走G6平8 其实红方这种对子啊 也有一些牵强啊 这个也是古谱当中呢 啊 一定的这个招法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给大家讲 因为他有一些战术的手段 但是这种是这种棋呢 太迂回 那么容 如果现在的眼光来看 就是直接平炮腰队 这个就比较容易呢 占到优势 黑方将来只好选择队了 因为这个G再平的话 我将来一退炮 这个就是啊 梦中捉鳖啊 把黑方这个G呢 就直接困闭了 那黑方就只能对了 对掉以后 红方这个G已经战略了巡河了 黑方这个G没有出 将来红方还可以把这个兵打掉 这个马左右的都是活的 红方肯定是战友啊 主动权 先手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红方G6平8呢 他主要也是图谋一些啊 战术的手段 我们再啊 来继续给大家讲解 那么走到这儿呢 黑方就两种做法 一个是吃兵 一个是对军 我们分头来看 他主要呢 就是吃兵以后呢 这个古朴的构思呢 就是利用黑军啊 冒进的这个特点 然后采取的一定的攻势 其实走到这儿呢 黑方也许啊 比较顽强的走法 就是把这个G啊 点点到这个比较背的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也有危险啊 在那红方泡花瓶器以后 他知识在泡五瓶四 就是说他这几部曲啊 有可能把这个G呢 关死啊 当然这里边呢 还有一些战术的纠纷啊 如果我们爱好者 对这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呢 进行一定的拆解 那原谱呢 黑方就是一定的 就是走G3推2 并且呢 阿尔夫下招抛策进武 这个打马的反击先手 那么红方就走四次进武了 现在红方啊 这个阵型呢就补后了 实际上这补 还应该是六进武 但是也许啊 这个作者为了露出自己右翼的啊 动作的弱点 让黑方来啊 进攻 那么红方现在呢 终于他的计划呢 顺利实现了 下部棋这炮五瓶器呢 很厉害 几乎黑方呢 是挡不住的 那么 古府当中啊 这局中密 密定的是举巴紧霸 然后红方炮五瓶器 双炮一攻 把黑方的这个三路军呢 就直接呢 打死了 那么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呢 通过啊 这些巧妙的配合吧 双炮呢 有了很多的这个威力 最主要就是对着黑方的 这个三路底线 也就是对着这个闷弓 这个着眼 那其实黑方呢 这个棋呢 就是 比较正常的哈 七主担拱是不好 出狙 你如果来对狙就对掉 在足担棋 这儿等于黑方呢 应该说 是丝毫不弱的 那我们继续给大家 讲解这个第二个变化 就是黑方呢 由于拱这个七足以后 他就接受这个对狙 这个对狙呢 里边也有一些 有趣的变化 黄方马就紧巴一登 黑方呢 接下来走足三棋 本来呢 这个棋呢 就是看上去啊 黑方也可以 这里边呢 黄方用一些精妙的 就是非常离奇的手段 他直接送兵 给对方吃 当然对方也没有 不吃的道理 不吃让黄方吃掉 那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接下来 红方走炮武兵器 就他这个手段 非常的 构思非常的带人寻味 我送了一个兵以后 我炮又过来了 来调动你 下步棋准备 什么马八进九啊 这个切入 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个棋呢 黑方比较顽强的下坎呢 就是可以考虑呢 直接走马三退一 这儿红方 马八进九以后呢 黑方那三路东东 再往下滚 可能呢 还有一些呢 抗衡的机会 因为你退炮的话 我拱霜 你你炮在平开呢 我的马也许呢 就能够上来了 当然往回退呢 可能红方走马八进七 也是红方呢 比较主动 总之红方在这一带呢 有些棋 那古朴呢 啊 这原谱给他拟定的招法 就是向三棋 这样呢 红方呢 就顺理成章的 取得了优势 红方进把 压尽 啊 这又是一个巧手 这个是争先的手段 下步准备 拐吃黑马 一蹬这还叫卧槽 抽居 打这个马 那么黑方呢 无奈之下啊 要拆炮 或者走炮斯基 古朴是炮斯基 就是看来这个 呃 在这个 呃 先辈的眼里啊 这个中炮 觉得非常有价值 呃 从这点而言呢 有些刻板 那现在红方呢 真是啊 游刃有余了 马七进九 直接从边线突破 啊 这一段还是比较精彩的 从马八进气开始 啊 这个突破 黑方 平炮 打掉 不打呢 这个卧槽马也很厉害 那红方通过拐吃一个向呢 啊 啊 不仅如此 现在双炮东明了 直接呢 啊 就发动了这个 啊 左翼的强劲的攻势 那现在黑方呢 他拟动的招法是直接走出将 其实不像呢 可能稍微顽强一点 但是红方 这一代呢 也是呢 啊 紧锣密鼓的攻势 黑方也将呢 不堪众鹤 黑方出将以后 红方 炮八进六啊 这是一个 绝好的杀招 这个就是二五加军炮 啊 什么叫二五加军炮呢 这点呢 我想呢 有必要给大家呢 简单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 居双炮配合当中啊 这个居炮 啊 协调 协同作战 啊 既协调了 几个子力呢 还要有机的配合 正好呢 是错开的位置 根据具体的需要呢 抢占不同的 这个线路 最终聚装帽呢 形成了杀旗 如果用语言描述的话 可能也就是上述这一段说法 那么点炮以后呢 他非常凶的在哪 第一个炮击像是 直接是杀旗 黑方如果补像的话 红方呢 有一个非常绝的手段 把这个炮啊 炮啊 瓶六 把这个向眼给你锁住 一锁住 炮击境二是杀 啊 你只有知识了 无论你向哪知吧 我这炮一将啊 就把你这个狙啊 抽掉了 啊 这也是一个 常见的手段 啊 这叫卡向眼 同时啊 是杀旗 你将他推向 你反而没起 那么黑方呢 不飞向走 十五分钟 啊 接下来红方走呢 炮一将 黑方 黑方知识 红方 随后呢 又炮八瓶酒 啊 这都是古朴呢 给大家 拟定的招法 这儿呢 红方也可以说呢 基本上确立了 这个盛事 最后两招骑士 黑方一出狙 啊 红方 底线一较 一较将 黑方上将 红方 炮击一较将 这就是典型的二路夹剧炮 如果黑方退市的话 这炮一将 你一下降 我一刹士 就将死了 啊 黑方 无奈的情况下 只能退炮 来防防御 接下来红方走 炮就退一 这个一举种地 这个原谱呢 就到这儿 其实黑方呢 这里呢 还能坚持一步 啊 这个棋呢 如果坚持一步以后呢 也会呢 使这个棋举 非常的完整 啊 黑方有个退敌马 看炮 这是古朴的作者呢 没有注意到了 但是红方这里 还是有妙术 这个鞠呢 直接卡到 黑方的这个马腿的 这个地方 篡位鞠 啊 篡位嘛 这个棋呢 本来呢 是黑方老将的位置 那么红鞠呢 通过作杀 把他 把这个鞠走到 黑方老将了 篡夺了 黑方老将的权利 所以称作篡位鞠 啊 走到这以后呢 黑方仍然是无解 下不期呢 眼睁睁看到 红方炮就平溜的 这个杀气 那么以上的这些变化呢 就是说 红方呢 好 着重呢 利用左翼 啊 屯兵一翼的特点 好 组合啊 进攻啊 也是组杀的一种手段吧 针对黑方 这个右翼呢 啊 采取了种种这个手段 那好 接着我们来看黑方的啊 红方的第二种选择 其实红方的第二种选择啊 要比第一种啊 显得更加鲜明 好 因为你出去以后呢 黑方有由于有这个G26的啊 变化呢 红方呢 说实话还一时半会儿呢 不容易呢 开展先手 那么红方第二种招法啊 就是左炮巡河 这样呢 将确立一个炮五平八的先手啊 给黑方的二路鞠呢 逼起 那黑方如果走鞠右平八 这个很明显 红方炮五平八以后啊 给这个G一打进去啊 下不齐 这个G六斤四再疏感 把黑方的这个阵型啊 整个都控制住了 黑方就不好反弹了 你这唯一的一个点 G8金鸟将来呢 我把这个视相补后 你总之呢 右G呢 不活 这个G的点非常好 但是这个也是 我根据这个棋局呢 给大家呢 在这里呢 做的一个提示 那现在黑方的G还没有出来 黑方走G二金四 这个看上去呢 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那么接下来 红方呢 先不着急打这个G 他先走G六斤五 随后黑方走G九平八 因为你现在不能走 左炮巡河了 否则红方一炮五平八 就把你这个G呢 活活的打死了 所以说 黑方这个G呢 确实感觉到局促 那黑方走G六同八 这也算比较符合逻辑 那么红方现在 平炮一打 这是一个先手 黑方的G呢 只好过来 红方这个时候在G六同气 这个走法呢 非常的干净利索 接下来 黑方走G八金四 因为黑方也看到啊 自己的右翼呢 压力很大 所以他试图呢 用双鞠 联防的手段呢 来掩护自己的阵地 来加强防御 但是呢 这个已经呢 有一些呢 来不及了 红方破花平起 黑方顽强的招法呢 是回马呢 也许呢 还能坚持这段时间 但是这个呢 也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 红方确实呢 拿到了这个优势 如果黑方走G六平三 来试图对G的话 这个原谱当中呢 给了我们一很好的提示 红鞠就把他接受对调 黑方只能G八平三 再吃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炮八平七 这样呢 就是前炮后炮 让黑方这个鞠马线啊 无处可逃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企图 也是在实战当中呢 也会经常碰到的一些啊 这个气形 就说 我用前后炮 让你这个鞠马像呢 逃也逃不干净 黑方动鞠 打向门弓 动马也是打向抽鞠 动鞠不用动 那你现在只要动向 动向呢 我这个后炮 前炮一打 后炮打你的鞠呢 又把你这个鞠呢 还打死了 因为你的鞠一躲 我不打你这个炮 我直接就底线较僵 这个呢 就形成了闷弓啊 这个送一个炮啊 前后炮 这个双炮连发了 那黑方也许呢 还就不能这个随便动了 只好走一招其他招 这样的红方呢 就比较轻松的 炮七进三一打 白白的赚取一个大子 那么作为啊 风平浪静的气局来讲呢 红方多子呢 肯定是啊 确立了盛事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变化呢 就是红方炮八千二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啊 尽管招法不多啊 但是非常切身可行 那么也由此看出呢 黑方先知事啊 来抢出右翼子弟呢 这种棋局呢 与整体的这个步调不合 当然这个棋局当中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但是相对来讲呢 不如我给大家讲的 这几个变化呢 更加的精粹啊 我们还是把时间呢 留给其他的棋局 让大家呢 能多角度的啊 在局中立的这个功夫当中呢 进一步呢 探讨 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讲这个顺炮 窝心横拘 破视角炮拘 这个题目呢 仍然是听起了有些别扭 这是也是原谱当中呢 这么起的这个名字 那么所谓窝心呢 就是采用的窝心炮啊 那我们待会看到 这个具体的棋局呢 就能够知道 这个概念是指的是什么了 红方当头炮 黑方仍然是 还以顺炮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也是跳正马 红方出局 黑方炮平四 这个跟上一局棋呢 前几步呢 都是一样的 现在呢 不一样了 黑方采用的是四四进五 应该说四四进五啊 还是不如四六进五的 更加牢固一些 但是我们啊 也能够从中呢 学习到红方 该如何去进攻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古人啊 他确实有很丰富的这个想象力 特别是表现在 给我们留下的这个 棋府当中 就说红方呢 这种棋呢 怎么去攻他 一般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人的思路来讲 肯定是 马八进七啊 马八进九啊 这些思路 而针对黑方的四四进五呢 也就是说 红方针对这个 棋局 棋型的特点呢 而采取了 窝心炮 这个也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概念 炮物推移 他这种非常独特的构思 他炮物推以后 就是准备呢 强硬的 再还价一个炮 来架码盘投 这个在双方都是 以炮局 对峙的情况下呢 这种构思呢 也可谓是 非常的大胆 非常的有魄力 那接下来黑方走 马二进三 这是正常的步调 红方 炮八平五 把这个炮呢 还上 黑方 局一平二 亮局 红方 马八进七 这样呢 等于红方呢 就是等于是 把阵型都摆好了 就准备呢 向黑方呢 发动进攻了 实在 这个棋谱当中呢 黑方走的是 局二进六 这招棋呢 可谓是 突波助澜 因为红方正想进攻呢 所以黑方 这个时候 应该走 巨走平八 先把左鞠呢 亮出来再说 将来呢 两个鞠呢 比如说 鞠八进四的升到巡河呢 红方 壁骨鞠 你鞠八进四升起来 这儿 严真以待 应该说 黑方的棋呢 还没有太多的问题 那古朴呢 就说 由于呢 他有这个特点 那个时候 也有可能双方呢 就说人的这个思路啊 比较的单一一些 这个直接的进攻 这种直线的思维呢 比较多 这个是明显区别于 这个现今的棋手了 现今的棋手呢 相对来讲 他想的 考虑的更加周全一些 更加从全局的 宏观的观念来着眼 黑方巨二支六呢 这招棋呢 本身不好 等于 跟着红方的步骤呢 让红方呢 顺便呢 发动了进攻 那冰武器以后 黑方仍然应该巨走平八 赶快再把那个局抢出来 吃这个冰呢 绝非当务之急 那么也正是由于 黑方这个错误的 反击计划 而招致了啊 最终红方的啊 迅猛攻势 红方接下来马七进五 黑方这个时候才出局 其实就是黑方的早 这个局啊 早就应该出了 不应该这么啊 动作迟缓 动作迟缓呢 就是让红方的 这个整个 都准备好啊 那黑方呢 就会有一些 不妙的地方了 那么红方 现在实际已经成熟 从中路呢 就是 毅然呢 发动了攻势 编武器 那么以下呢 黑方有两种变招 一个是足武器 一个是炮武器 现在我们先来看 黑方的第一种变招 黑方 总武器 把红方的中兵吃掉 这也是第一感的应召 那么红方呢 就比较简单了 炮武 前炮 进三啊 这个向其欺负呢 可能很多朋友 都知道怎么记啊 一般来讲呢 从右手开始数 12345 789 这个炮在五路线 就是炮武进三 但是有两个炮 都在中路的时候呢 就可以称作前炮进三 那么这个炮一打以后呢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主要呢 有两种变招 第一种呢 是炮四推二 还有一种呢 是将五平四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奋斗来看 黑方走炮四推二 这个时候呢 黑方这个类炮呢 一退以后 在阵型上呢 就出现了 一丝的弱点 当然他并不是 很容易察觉 好 那么洪方 巡峡倒气 好 见水插针 走得非常的激紧 这周期一出 黑方就非常难硬了 进居捉马 好 可谓呢 一举中递 那么黑方呢 以下有两种走法 第一种马锡进 这是造成了速败 红方呢 前炮劲 这个是黑方始疗不及的 炮一打将以后 如果黑方用正常的飞 那么红方炮五金四一打 白吃一个子 无论他用哪个像飞吧 我们都不用细说了 炮五金四以后呢 直接拘留平七呢 下部还盯着那个马 这儿红方已经得一个子了 黑方肯定是不好 那一打将 那黑方 也许有的朋友就问了 那他是不是可以把你的鞠支掉啊 支掉以后输得更惨 更快 红方 炮五金五 再打将 直接呢 就重炮杀棋了 这个也非常的精妙 可谓是 即这个点击视角以后呢 一个连续的战术手段 那黑方现在 马七进五肯定是不行了 那么 马三推一怎么样呢 同样 红方的杀招是非常锐利的 马五金四往上一跳 黑方 鞠八金二 宝马 这个时候呢 红方呢 有一个妙手 马次进五 跟炮 这个看着到还很普通 黑方一补相之后 这时候 红方又来 啊 妙招了 大家开头脑筋 想一想 看看红方 有什么样的妙招 是不是你也能 啊 跟这个 呃 局中密的 谱上写的一样 那么这招棋呢 就是 局六平五 直接呢 把对方的中相 砍掉 这招棋啊 太锐利了 黑方是一点 办法也没有 现在准备 杀中式 就直接呢 一刀砍死 黑方如果不向 红方 又是后炮一项 啊 这个又是一个 典型的啊 虫炮 但是就是 跟那种呢 没有似的 这是有似的虫炮 由于黑方老将呢 不能自由行动 那这样的结果呢 黑方也真是 无可奈何 黑方假设走 炮四金六的话 这是七谱当中的 招法 红方呢 现在很清明的 这转式啊 局五平六 一将 这个炮呢 用双炮 将军的这个手段 黑方正好这个事呢 支付起来 这个都是 招法非常锐利 实际上 抽马 红方也可以呢 一举 确立这个盛事 当然不如走 局五平六呢 更加的漂亮 啊 黑方如果走 马次进五 这个很简单 这个局呢 就会丢了 啊 黑方如果飞向 红方炮五 进五 啊 又是重炮 将杀啊 直接呢 就杀死了对方 那也就是说 嗯 红方 这个近居视角啊 犹如一把啊 利刃啊 直插在 黑方的胸膛之内 令黑方啊 这个防不胜防 这招式起呢 太锐利了 那所以说 黑方相对来讲 啊 走出将呢 也许呢 好了那么一点 但是 这个棋呢 也不解决问题 因为红方呢 可以走局六近五 啊 压住 下部准备炮五平六 这个战线 那么黑方如果 先打将的话 红方要有一个必要的转化 如果你直接炮五平六 急于求成 那么黑方呢 有一个炮平四 啊 他有一个皮脸炮 这个炮呢 死打了你 让你呢 也无可奈何 这儿红方呢 就可以把它蹬掉 黑方吃 啊 红方在 向其近五一飞 那么黑方走到这儿呢 稍想顽强的呢 是走局五平二 啊 但是红方走炮五平六呢 也可以说呢 优势也是比较大 那时代当中呢 也就是说的这个 齐弧呢 他拟的呢 是居五平六 这个造成了速败 红方平炮 一摆 黑方一上将 红方一居九平八 这样呢 红方也就是 一举呢 锁定胜局 但是黑方这个 居走到这儿呢 这个旗呢 红方这个盛世呢 也是不可动摇 他可以出居 下部旗杀族 再杀马 黑方也基本是挡不住 好 总之呢 这一路变化呢 红方杀的是非常的零零尽致 特别是这点拘啊 这招其实真是很凶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黑方的第二种变化 黑方的第二种走法呢 也就是说走 炮物级二 刚才我们由于推演了 足五级红方 炮物级三以后的一些 具体的变化 那么黑方如果走炮物级二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里呢 其实炮物级二呢 红方很容易就把优势人够占到 那么红方的具体招法 就是先炮物级三 把黑方的这个炮呢 打掉 那黑方只能阻止拱 他别有选择 否则丢子 这个时候呢 红方呢 有一种简单的攻防 还有一种呢 复杂的杀法 那两种呢 我们分别给大家介绍 第一种呢 就是很轻松 炮一砍 这样呢 一招齐呢 红方呢 就得子占优了 如果黑方受精四肢 那么通过抽僵 这个也是在象棋当中一个常见的战术手段 用中炮叫僵 用马去吃鞠 恰好黑方这个电鞠呢 也是白电 那无论黑方是落势 还是走什么其他招法也好 红方下不齐呢 把这个鞠呢 吃回来 这样形成呢 尽多一个炮 虽然黑方也多两个族 但是毕竟呢 红方多子呢 还是占优啊 毕竟有一个大子的优势在握 因此呢 红方 就很简单的 一砍炮 就可以取得优势 那么复杂一点的变化呢 就是说红方呢 在这里呢 走马五军四 又可以呢 顺便的 给大家提供一些呢 制造这个杀旗的思路 那么黑方呢 怎么守呢 由于现在这个马丢着 马斯基森一蹬 G4 G6 G6 这吃呢 也是白德子 那黑方 时代当中 他走到向三近五 在这里呢 非常不顽强 应该黑方呢 是走抛四平六 这个是最为顽强的 当然这里呢 就是告诉大家一些 这个终局啊 弩杀的技巧 这招棋呢 也是比较是 好 实用的 因为红方 你蹬就蹬 蹬我的马 以后呢 我可以G872呢 把红方的这个马呢 别死 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 先弃后起的手 手段 我先弃给你一个字 然后我通过 进居别马呢 把这个子力呢 再追回 当然红方 也可以呢 赚取黑方一个底势 那总的来看呢 黑方呢 啊 虽然丢了一个势呢 最爱的 对大的局面呢 还没有过多的影响 而黑方呢 将来多两个族 这个G的位置也很好 啊 所以说总的来看 红方令 马无尽刺呢 固然也黑得 固然有这个一定的先手 但是不如走 啊 进居砍炮 这条棋呢 最为简明 当然作为这个 古朴来讲 啊 咱们大家顺着这个思路呢 能够更加开阔一些进攻的手段 啊 也顺便给大家啊 把它这个介绍完 那 红方 不像 这就是看上去是安全的 实际上是最危险的招法 啊 这样给红方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段呢 啊 这样红方将采取的马驳双向啊 在这个局中密当中呢 有很多这个歌谣啊 这个叫做一马换双向 骑士必英雄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马换两个向啊 有的时候配合其他子力的进攻啊 都显得非常的啊 勇猛 而且是很有威力的 而在本局的情况下啊 红方不仅是一马换双向了 而且是白施双向 那他的便宜就占尽了 所以说黑方这个补向呢 也是这个局中密古谱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黑方应该pose个尿 啊 大家对于这种招法呢 一定要啊 学会这种借鉴 当然红方可能登的就不好了 红方也许走这个啊 这种招法会显得呢 更啊 有一些道理 但总的来看 黑方的向三进武啊 迅速呢 恶化了局面 红方的凶招是在于马斯进武 登中向 这个直接就登了 啊 黑方不飞呢 也是吃亏 飞呢 也是好 难以 与红方对抗 红方打一将 嗯 黑方 也只好出将 那现在 红方呢 全是先手 一打 打了一个马 打着这个局 还要打着这个马 这个棋呢 就等于 这些便宜事 等于都让红方 站进了 黑方呢 按照道理来讲 符合道理 是走区端平二 啊 但是呢 呃 局中密的作者呢 啊 这位老先生呢 为了给我们展示更多的杀法 啊 他把这个局呢 放到这来了 啊 这个也是啊 无可厚非的 红方 跑几平三 一打 把黑方的马呢 再次打掉 黑方足足 冲足 红方 局九平八 亮局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黑方呢 相对来讲啊 比较顽强的是 走这 跑几平三 把这个炮啊 长起来 但是这个啊 这个局当中呢 他并没有这么走啊 呃 他走的是 继续足武级往下冲 实际上这个是 毫无积极意义的 那么最终呢 红方 练杀的手段 局八敬九 叫一将 黑方只能够 上将 红方 炮三进一将 好 这个又是 双鞠炮 一个非常啊 精巧的配合 那黑方只好推这个鞠啊 因为如果你知识的话 红方 鞠在相 你这个炮呢 就无人防守了 无人防守呢 那也很简单 红方下部就把你砍掉 啊 砍掉以后 你进将 我局六级一卡 这个呢 叫做二军错啊 两个鞠卡到位了以后 因为你落尸来不及了 落尸 我也是敌 你将 你再落尸呢 我局八平六就把你将死了 啊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杀棋 那红方炮一将的时候呢 黑方知识 显然是 速败 那么退居啊 这是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讲 好像还能够坚持 实际上这个棋呢 也坚持不住了 红方呢 利用这个炮的 有效的牵制力 啊 跟这个 辐射的能力 直接去八平 回居一将 点一将 必须得把这老件的点下去 然后 在黑风下降以后 啊 突出妙手 这是一个两 两步的连杀 这很简 摆出来很简单 但是呢 一般的 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炮啊 局换一个炮 这个是子弟吃亏啊 啊 一般不往这想 但是利用这个二楼炮 有效的控制黑方的二楼线呢 将形成连杀 对方进将 那局八平就僵死了 对方只有十五军四 那么红方通过底线的较将呢 就把黑方呢 直接呢 僵死了 好 这样的棋呢 就形成了这个杀棋 那这个一些呢 具体的变化呢 我就给大家呢 这个 卡了 那么下面呢 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不妨呢 再回味一下 这个棋中的 这个 举例啊 也就是说 黑方呢 这个四四季五呢 还是非常失误的一种选择 毕竟呢 把这个门户呢 让给了红方 我们可以给大家呢 试演一下黑方 这个四六季五的 一些具体的变化 好